2.9万家店铺倒闭 门店数量直接腰斩 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国民快餐巨头 如今却难逃被打工人抛弃的宿命 彻底凉凉了 近日 一则顶流黄焖鸡 为啥没人吃了的消息通上热搜 并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同时也勾起了网友们的怀旧情怀 人们瞬间回想起来 好像江湖上很久都没有黄焖鸡米饭的消息了 曾几何时 黄焖鸡门店遍布大街小巷 风头无两 就连沙县小吃和兰州拉面也难以匹敌 然而时过境迁 黄焖鸡的知名度和门店数量 都经历了断崖式下跌 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 要知道 黄焖鸡曾经可是小孩吃 大人吃 老人也吃的中国餐饮扛靶子 并且与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 并称为中国快餐界三巨头 然而眼下 似乎只有黄焖鸡米饭是黯然失色的那一味 在兰州拉面的赛道 跑出来了张拉拉 陈香贵 马继勇三个品牌 成为资本眼中的香菠菠 沙县小吃 虽然还是处于有品类 无品牌的局面 也没有被资本看上 但是在快餐市场依然坚挺 话题不断 反观黄焖鸡米饭 早已没有了以往的热度 并且头部企业的业绩 也开始出现了困境 更惨的是 如今黄焖鸡似乎已消失于街头巷尾 其发展速度也远不及其他快餐品类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黄焖鸡米饭在渐渐失宠 被人们所抛弃 说到黄焖鸡米饭 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最火的时候 黄焖鸡米饭快餐店 在全国的大街小巷里遍地开花 热气腾腾的一道菜 荤素搭配 仅需十几元 就能未见打工人的疲惫 然而这道曾采在消费者新坎上的黄焖鸡米饭 却似乎开始销声匿迹了 根据其查查的数据显示 国内现存黄焖鸡相关企业 共3.12万家 从每年的注册量来看 2014年到2018年 黄焖鸡米饭新增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 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到了2018年之后 黄焖鸡米饭新增相关企业新增量 持续下滑 且下滑趋势显著 截止到目前黄焖鸡相关企业 有6.02万条结果 而处在异常状态 即注销吊销的黄焖鸡相关企业 已经达到2.9万家 这就意味着 有将近一半的黄焖鸡相关门店 被淘汰出局 倒闭率将近50% 不可否认 在如今的大街小巷里 我们看到的黄焖鸡米饭的门店 是越来越少了 那为什么现在黄焖鸡米饭 没人吃了呢 与沙县小吃 蓝州拉面 远远流长的饮食文化不同 黄焖鸡米饭的走红 也就是这十年里的事情 黄焖鸡这个菜品 其实是济南老字号餐厅 福泉居的一道招牌菜 后来这道菜不断衍生出 其他的别称 出现在山东大大小小的餐馆里 2011年 福泉居的后人杨小璐 将这道在山东烂大街的菜品 进行了改良 融入了快餐文化 并且用他的儿子杨明宇作为招牌名字 彼时正值外卖的兴起 杨小璐就有了自己的创业灵感 他将黄焖鸡这道硬菜 塑造成一款接地气的菜品 与米饭结合 便有了今天的黄焖鸡米饭 结果没想到 这家仅有18平米的小店就活起来了 来吃黄焖鸡米饭的人 从店内排到了店外 杨小璐每天凌晨 在店里数钱数到手软 走红的杨明宇黄焖鸡米饭 引爆了品类热潮 黄焖鸡米饭也从寂寂无名 成为了超级网红 想加盟的人也越来越多 早期加盟的时候 杨明宇黄焖鸡米饭 只要5000元就可以加盟 产品火爆 加盟费也不贵 自然就引得加盟商分支踏来 所以在这股时代浪潮下 众多黄焖鸡品牌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如石碧斯 三人重 全聚格等黄焖鸡米饭品牌 除此之外 也诞生了很多规模不小的夫妻店 于是黄焖鸡米饭的门店 就越开越多 尤其是在2013年 其热度更是达到了高峰 到了2015年4月 全国的黄焖鸡米饭门店 就已经增至了一半家左右 光是在北京 就有多达2000家黄焖鸡米饭门店 而在这个火热的赛道里 当之无愧的头部选手 就是杨明与黄焖鸡米饭了 毫不夸张地说 杨明与黄焖鸡米饭 成为了山东快餐 走向全国的绝对代表 在2017年 根据百度地图数据显示 全国黄焖鸡米饭门店总数 已经跃升到超4万家了 覆盖全国329个城市 地图上密密麻麻 都是黄焖鸡米饭的门店 巅峰时期的黄焖鸡米饭 无疑是打工人的新头号 互联网搜索指数 甚至是沙县小吃的两倍多 成为西一代快餐霸主 事实上 能够俘获消费者的芳心 黄焖鸡米饭 除了性价比以外 当然离不开起 能够兼顾南北的口味 那就是好吃 热气腾腾的酱色鸡腿肉 混合蔬菜豆制品 色香味俱全 只可惜 如今的黄焖鸡米饭 对于打工人来说 一点也不香了 虽然还没到彻底消失的地步 但是黄焖鸡在下坡的路上 是越走越远 在黄焖鸡走上巅峰之后 为了追求高效 迷失到了效率中 最终却忘却了本质 为了加速开店和提高效率 黄焖鸡的创业者们 采取了多种措施 来降低出餐难度和食材成本 其中就包括 黄焖鸡菜品的预制化 这种预制化导致黄焖鸡 失去了原有的烟火器 口味也失去了以往的灰甜 因此不少网友对此表示不满 戏称这些黄焖鸡为科技产品 想当年在大学门口 吃上一顿黄焖鸡米饭 是一件幸福感满满的事 吃到一份好吃又饱腹的快餐 学习也更有动力 然而 最近在外卖平台上 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 还没开始吃 一打开盖子 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不是食物的清香味 是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当黄焖鸡的口味和品质被稀释后 自然会受到消费者的质疑和批评 不少食客经常抱怨 黄焖鸡不如以前好吃 肉质过软烂 鸡肉未消失 甚至端上猪食 已经没有热气 此外 一些消费者还发现了 黄焖鸡米饭中使用的预制包 这进一步印证了食客们的担忧 不仅如此 有网友还爆料称 之所以黄焖鸡的口感这么差劲 是因为商家用了冷冻鸡肉 而且这肉都不知道冷冻了多长时间的 有网友甚至还调侃说 如今大家吃的那是历史文物 过去狂奔的黄焖鸡米饭 在加盟的模式下 在快餐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然而 跑得太快 管理跟不上 也就导致这种模式的发展 变得越来越无序 从而滋生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几年 新闻就曾报道过 有不少消费者 在黄焖鸡米饭里 吃出了不少义务 简直让人为之一产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关于其的投诉 多达近千条 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吃出义务的 同时 靠打性价比这张牌 打市场的黄焖鸡米饭 也慢慢偏离出心了 可以看到 不少消费者都吐槽 黄焖鸡米饭是又贵又难吃了 大份的需要26元 且米饭还要额外多收两块钱 这也成为了众多打工人 掏弃它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业内人士表示 黄焖鸡米饭作为地方小吃 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归属性 特色逐渐丧失 是其持续发展壮大的 最大隐患之一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黄焖鸡需要寻求 政府和品牌力量的支持 共同推动黄焖鸡的规范化 和品牌化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